來往大埔至立馬州的列車服務 維持每15分鐘一班 一輛列車停在東鐵線九龍塘站路軌上 大批消防員就在路軌上搜索 港鐵職員和警員就在月台瞭解事件 星期一早上11點多 港鐵九龍塘站往羅湖方向 有一個男人進入了路軌 現場消息說 救援人員後在距離月台尾大約100米的位置 發現一個男人當場證實不治 現場留下一雙藍裝波鞋 不排除有人在月台走下路軌 再被列車撞到 警方現在調查死者的身份 和進入路軌的原因 受事件影響 東鐵線來往旺角東至大圍站服務一度暫停 直到大約中午12點 東鐵線列車服務逐步恢復正常 東鐵線列車服務逐步恢復正常